那個我想要請問一下喔 就是因為前幾次開會的時候 就有說那個土地的那個就是房子的分配啊 是用土地的那個權狀來分 不是用室內評書來分 但是這個就遇到一個爭議就是 我們前洞跟後洞的那個土地的那個權狀不一樣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這個到底要怎麼解決 就是當初好像有說就是建管會好像會去 實際去做個評估調查 對然後我們想說就是到底要等到就是 等到調查出來再看要怎麼去分 然後土地再去開發嗎 還是要等到就是開發之後才來跟我們說要怎麼去分 謝謝 那我在想就是說 大家各位地主還在可能思考就說要 就說要問的問題之前 這個空檔我想說先做個回應一下好了 剛剛吳先有提到一個就是說 我們這個場地是跟學校是有場來使用 那就是說出路不方便這個部分 我在想就是說因為未來可能還有第二場公廳會 甚至於協議會有可能在這邊開 那我在想說我們會跟 需要這邊協調看看能不能就說開放 前門部分讓大家去做比較方便 那另外發言條的部分 大概我們大概在簽到的地方都有放發言條 那就是說大概都是 各位如果說未來就說有需要 開會的時候有需要發言條的話 應該在我們的那個簽到的地方 這邊都有準備 那另外有關於這個通風景的位置 緊要靠近山區 那就這部分來講的話 因為這個是屬於那個捷運開發區 就是說未來確定設置的位置 因為我在想說 我們這邊都是所謂的基本設計圖 那藉此就是說到時候投資者進來的話 當然會找就是說對這個整個基地 開發最有效 然後把效益最大化的方式來擺置 那就這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到時候可能會書面 在這裡做更詳細的回覆 那我在想說這個位置 應該不是一個很確定的位置 到時候有可能會再調整 那會看到的時候就是說他 可能就是說 那個投資人進場以後 看看怎麼樣 讓這塊地做更有效的利用 他可能會再做一些調整 那到時候調整到什麼位置 就是說這現在我們 這只是基本設計而已 那再來就是說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居民安置 就是說可能在開發前 居民安置 希望一個中進住宅 那這部分 我們今天這個現場 沒辦法回答 那我在想說 會後我們會用書面的 然後再跟 當然每個地址都會收到 今天問的問題都會有書面 用紀錄會正式的答覆給各位 今天我想說這沒有在我們權限 我們不敢在這個會裡面 就直接做說明 那所以這個沒辦法說明 不過我們會書面再跟 無先這邊 還有跟各位地址 做更詳細的一個答覆 那再來就是說有關於 剛剛提到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可能這地方可能 就是說 居民有些糾紛等等 希望就是說我們迅速完成這個 捷運的開發 那這是沒有問題 依照的程序是 接著大概第一次的公聽會 那我們依照程序會有兩次的公聽會 那在這個同時 我們有請那個估價師 有進行試駕的查估 以及我們開發處這邊會做一些 權益分配會做一些試算 到時候就說兩次公聽會 開完以後會召開那個 架構的協議會 這架構協議會 我們預計因為它 查估是一個 架格日期 那架構日期應該是定價9月1號 那換句話說整個這個 市價的 價格出來 應該會落在大概 10月或11月之間 那所以說我們的那個 架構的協議會 預計應該會在今年的年底會來開 那至於第二次的公聽會 我們希望說大概在6月中會召開 這大概是我們預定的時程 那只要是說大概 未來開架構協議會的時候 會有問卷 讓各位地主表達 就是說參與一定要開他的議任 那只要統計出來的話 我們會用最快的速度 趕快找投資人等等 進行開發作業 好我先簡單答覆到這邊 那至於 郭小姐講的這個 土地權狀 就是說好像錢洞的那個比率 好像會比後面的比較少一點 這問題我們已經有 我們知道是這個問題 這我們知道 那大概我們第一個就是說 可能會在估價的時候 會請估價師 特別注意這個問題 那至於開發方面 要不要做個問題 這時候有關那個 權益分配的比例 就是跟地主之間的比例 我們是按照那個 土地的價值去做 比例的分配 我想說大概郭小姐這個問題 我待會我們還是會用書面 會更完成答覆 因為今天有些東西 我們想說還是經過 我們回去再整理一下 我們會再做更完成的答覆